南安到北 從東南亞到全國大陸 到韓國 紀錄這樣子珍貴的一個過程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特別是20年後 把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手印在馬土 未來還會廣泛的在 全國各地的劇院大一步播出 那特別的有意義 那神話之調 在曾經馬土寺神話之鳥的故鄉 在1863年 神話之鳥 天雪庄碰同意後 在命名以後 就很少被發現 因為 整個紀錄大概不會超過 100隻 中間曾經 60年沒有看到他的重機 大家以為他已經是絕機人 竟然在 所以把它稱作神話之鳥 竟然在2000年 在馬土的 中島發泄 讓全世界的了解 大為震盡 馬土因為 這樣子也越上國際的舞台 讓大家看到他 黑嘴鋼 其實在2000年我們設立燕鵝 保護局以來 積極駕強各種的生態保育工作 對此黑嘴鋼共同燕鵝 以及燕鵝保護局 更跟台大生理 以及原教授 跟台大雷 這二十年來一致集體的努力 相關的 保育工作 讓馬土 黑嘴鋼 鳳土燕鵝 神話之鳥的故鄉 可以提供一個很好 七夕 福利下一代的地方 這是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那 兩間的導演 這二十年來的努力 我們非常的敬佩 也非常的謝謝 特別在這次的首映會 在馬土 我們非常的感謝 也深具意義 藉著這樣子的首映會 也喚起大家的共識 值得我們政府 民間 以及各個團體 一起來努力 那 大家勢力 熱烈的掌聲 謝謝一下我們兩間的導演 他的名字 這個影片在十二月十七號 會在台灣的 全台灣的序列上映 那十一月十七號 就可以開換包場 那我們財產公司 是負責這樣子的行銷 發行的工作 所以如果大家 對這個影片有興趣的話 可以聯絡全產公司的負責人 那 就是我們可以提供大家 這樣的服務 那我們是希望 這樣的一部紀錄影片 我們講的是 除了牛的問題之外 我們講的是 人含有環境的議題 那希望大家重視到 這些環境的問題 就像我們導演想會 這部紀錄片講到的一樣 就是 因為導演本來是 非常多的牛 可是他後來就突然 就變得少 那為什麼他會少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 首次融天裡面 帶來使用農藥 帶來使用老鼠藥的這個議題 那這個議題有沒有辦法改進呢 其實有 我們只要減少這些 農藥和老鼠藥的使用 其實 沿岩的數量 就會慢慢的增加 我們 1992年 開始做調查的時候 沿岩的數量 是180幾隻 但是到去年 他已經上市到 爬牌多次了 所以 其實大家對這個環境 稍微用心 稍微 多加了注意 其實可以幫助這些 再生態 就是這些在自然界裡面 把數量慢慢增加 兩千年 我們在馬祖花獻八隻 現在 其實已經超過一百隻了 那 再給二十年 我們希望他可以超過一千隻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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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